最近发现一些问题 新手还有老学员呢 就是对于平图的这种把控 很头疼 就是一定要把平图练习好 空笔就是空 平图就是你的空笔 你如果说把平图练习好了 然后整个的一个画面 以后的所有的技法 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几乎是一点就通 因为平图的话呢 它就是看你的这个笔的一个掌控 不能出这个你画的这个线 然后呢去图的时候 要把这个颜色呢 要尽可能的全部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说呢 平图呢是一个基础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芭蕉叶呢 是非常好画的一个作品 但是呢 这个平图还是非常要仔细 要去看好的 要去练习的 我这里呢 用的颜色呢 是黄加蓝 如果说你想让它颜色深 你就多加点蓝 如果说你想让它颜色浅 就多加点黄 接下来呢 是这个背景 背景的话呢 也是咱们平时的这种平图的一种技法